人死了我能搁那搁着呀 我是能找谁帮我呀 我找你帮我 我找你帮我 我不抬你去吗 我只能分食 我没有选择那个时候你知道吗 用菜刀把这个头 头部就杀了下来 杀了一下下来以后呢 他先拿这个头 搁到这个小的锅炉里边 他自己家烧的锅炉 把他开始焚烧 焚烧的同时呢 然后他把这个尸体 从炕炉拽到地下 用工具开始进行肢解 他是东北最狠的女人 陈丈夫熟睡 直接一狼筒敲死 为了处理尸体 他选择把丈夫分尸 在抓捕归案后 他面对镜头 没有丝毫悔恨 并且理直气壮胆 把分尸这种事 说得轻如鸿毛 由于言语太过血腥 导致这段采访 被禁播了十年之久 公开播出的一瞬间 无数网友竟然 纷纷力挺这个女人 她的丈夫到底 做了什么丧尽天良的事 让一个朴实的 东北农村妇女 变成了一个分尸毒妇 这件事发生在 2011年的11月 女人名叫张燕 她的老公名叫张丽 两人结婚已经很多年了 但却由于种种原因 张燕一直怀不上孩子 这一导致夫妻两人的感情 一日不如一日 这天 张丽的父亲张老汉 在田里务农 突然手机里 发出来一条消息 上面显示 爸爸妈妈 我对不起你们 看到这条消息 张老汉直接就来气了 因为她知道自己的儿子肯定又去赌钱了 而且说得很彻底 张老汉马上就给儿子打了一通电话 准备把儿子臭骂一顿 可是在好几次拨打之后 电话那头始终提示 无人接听 这让张老汉非常疑惑 既然是儿子给自己发来了消息 那么儿子此时肯定就在手机附近 怎么会一连好几通电话都不接 张老汉无奈 只能打给自己的儿媳妇张燕 最终从张燕口中得知 张力在前天晚上就拿着两万块钱出门了 两天以来一直没有回来 张老汉起初相信了儿媳妇的话 可是又过了几天之后 还是没有儿子的一丁点消息 手机那头也从无人接听变成了关机 这让张老汉感到非常疑惑 自己的儿子虽然是一个赌徒 但是每次输钱之后都会回家 有一次输了整整五万块都没有失联 怎么这一次才输了两万就不见了踪影 张老汉思来想去决定报警 他把自己对儿子的了解全部讲给警方 随后几人当即决定 前往张力经常去的一家赌场 张燕在知道消息之后也加入其中 可是几人在一番寻找之后 还是找不到张力的身影 正当几人急得焦头烂额的时候 村里突然传来消息 说是在下水道里发现了一块被烧焦的骨头 警方得到消息后立马前往 并把骨头带往实验室进行化验 最终检测结果发现 这正是张力的骸骨 张老汉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 儿子欠钱不还被报复了 可是当法医把尸检报告拿给张老汉之后 他立马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她是东北最狠的女人 不仅把丈夫分尸还进行焚烧并丢进了下水道 在张老汉拿到自己儿子的尸检报告之后 发现上面显示 自己儿子的死亡时间是三天前 可是自己儿媳妇却告诉自己 儿子是两天前出的门 张老汉立马就觉得 此事必定有蹊跷 自己的儿子可能不是被崔寨人所杀 于是他立马找到自己的儿媳妇 并当面质问 因为铁打的证据就摆在面前 张燕也不好再编造什么谎言 果断承认了自己杀害丈夫的事实 后续警方立马对张燕家中展开了调查 果然在厨房和卧室里发现了血渍 虽然大多数都已经被张燕清洗干净 但是角落里依然有一丝微弱的血迹 经过化验结果显示 全部都是张力的 最终张燕直接被警方带走 在双重证据面前 张燕也不想再演示什么 直接就在耗子里面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根据张燕描述 两人结婚有十多年了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自己的丈夫染上了赌博 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 丈夫每次一回到家 两人就是无休止地争吵 再历存了几年的钱 也全部都被丈夫拿去挥霍而空 张老汉在得知自己儿子的所作所为之后 立马对自己的儿子进行了批评 并拿出了一部分钱交给张燕 希望两人不要再为了钱吵架 可是当丈夫得知这件事之后 直接偷走了自己父亲给张燕的钱 然后又去了赌场 没有意外 这次张力依然输得一干二净 这件事过后 张燕下定了决心要和张力离婚 在离婚之后 却因为婆婆的原因 两人总是无法彻底断练 两人一起照顾婆婆的时候 又旧情复燃 最终在婆婆的劝导下 两人又住在了一起 起初张力表现得非常好 张燕也相信张力已经改过自新了 可是没过多久张燕就发现自己错了 婆婆去世之后 张力又开始了赌博 原来张力照顾婆婆并不是因为孝顺 而是寄予婆婆大半辈子攒的那些养老钱 这一次张力非但没有反思自己 而是更加的变本加厉 张力回家之后 两人大吵了一架 期间张力还对她动了手 这让本就野性的东北女人张燕 直接上了火 在打闹之后还不算完 张力又开始咒骂张燕的父母 说的每一句话 都像刀子一样 深深的扎在了张燕心里 这让张燕瞬间有了一个 想报复张力的想法 于是她趁着夜深人静 张力熟睡的时候 以狼头敲了下去 都说东北女人像老虎 但是眼前的这个女人 却是老虎中的虎王 她趁丈夫熟睡的时候 直接一榔头敲了下去 她受够了这种生活 再也无法忍受丈夫赌博和家暴的行为 她想让丈夫成为植物人 永远躺在病床上 她奔向一锤子砸在丈夫的脊梁上 但是又害怕 这样会没什么效果 于是她一气之下 直接朝丈夫的脑袋敲了上去 因为过于紧张 导致张燕的这一锤下手非常重 一瞬间 鲜血从凹陷的颅骨奔流而出 张燕这才意识到 自己的这一锤是不是太重了 于是她连忙把手探向丈夫的鼻子 这才发现张力当场就没了呼吸 张燕此时真的慌了 作为一个东北女人 她平时也是大大咧咧的性格 但是这一次她竟然杀了人 看着折磨了自己十几年的男人死去 张燕心中有种说不清的感觉 既觉得解脱又感到害怕 她本想就这样去自首 可是一想想 自己才四十出头的年纪 前半生已经被折磨得 人不人鬼不鬼 她还想好好过自己的后半生 在这样想法的指使下 张燕决定放弃自首 并把尸体进行处理 要想做到人不知鬼不觉 张燕想到了分尸和焚尸 于是她鼓足了勇气 把丈夫的尸体进行了处理 过程中溅出来了很多鲜血 张燕不但没有慌张 而是非常细心的 用钢球和毛刷处理这些血字 之后她立马骑着摩托 来到隔壁村 把尸体全部埋在了荒地里面 做完这一切 张燕还是不放心 她又用自己丈夫的手机 给张老汉发去了一条信息 制造了一个张力因为赌博 被债主追杀的假象 可是法网灰灰数而不漏 她最终还是落网了 当警方问她 为什么会对自己的丈夫 如此残忍时 张燕没有丝毫悔恨 而是非常气愤地表示了 自己这十多年来的不满 最终张燕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 很多网友在得知这一结局之后 纷纷表示 十五年判得太多了 不管张燕被判了多久 追根溯源都是赌博惹的祸 赌博会让你失去奋斗的精神 赌博会让你失去追求梦想的斗志 赌博会让你输得家破人亡 我们不要让本来幸福的生活 因为赌博而陷入不幸 更不能让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 因为赌博而遭受磨难 我们下期见